全球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黃寶惠 歡迎收看《會眼看天下》 根據美國NASA的分析顯示 去年新冠肺炎席捲了全球 讓各個產業受到重擊 生產量能大幅下滑 空運海運也都明顯受到影響 照理來說 在這個全球大停擺的狀態底下 二氧化碳總濃度應該要出現下降 但是NASA的觀測結果卻顯示 二氧化碳的濃度還在持續增加當中 有科學家就預測 今年的平均溫度將會持續攀升 聯合國氣象組織也在近期提出了 新的數據警告 在未來五年之內 全球氣溫將會有40%的可能 會超越巴黎協議當中的所定下 設施1.5度目標 而在台灣 時續剛進入夏天 連端午節都還沒有到 台北市就在5月27號 標出了38.2度的高溫 與2018年的5月27號並列 五月歷史當中最高溫的紀錄 雖然台灣近期的異常高溫 是受到了美雨季節異常高壓造成的偏高溫影響 但是在地球暖化 只是沒有辦法有效獲得控制 未來夏天越來越熱 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因為全球暖化讓北極圈的海濱急減少 北極暖化速度更是其他地區的三倍 今年5月北極部分地區已經是出現了超過 攝氏30度以上的高溫 大幅超越了過去的平均值 令各界憂心 當減碳已經是全球共識 石油業這個高碳牌產業的一舉一動 也都更加受到矚目 環保非政府組織地球之友的荷蘭分部 最近就在海牙地區法院提告了荷蘭皇家可牌石油公司 全案在5月26號做出裁定 的政策 政府提供了RDS 通常的消費額 的消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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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30 年來的45% 的消費額 的獨立 的消費額 這就是一個歷史的日期 一位大法判 一位認為 一位大法判 一個大法判 最大的出力 港 去燃焦 它的消費額 和渡贈 風格 恐恐恐恐恐怖 它是瘋狂的,它是瘋狂的 它是瘋狂的,它是瘋狂的 我第一次希望 我们能够接触 climate change 我愿意为自己,我的三个儿子 所有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 和这个世界上 这是怎么办,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设计 我们很高兴 我们现在有这个规则 在这个行政宣定 在这个行政宣定 我觉得社会 可以实际上 一些人的灵状 在理想中的灵状 我们也认为 这将会有 其他国家的灵状 和其他公司的影响 和其他公司的影响 柯牌公司的辩护律师团队 认为气候变迁 与减缓暖化是极为复杂 而广泛的全球性社会议题 壳牌本身呢 已经是做出了合理的减碳承诺 认为壳牌公司与整个石油产业 不应该成为被故意针对的替罪羔羊 然而随着石油在能源界的领导地位 受到挑战 未来投资者也不会再将钱 砸入了这个西洋产业 脑筋动得快的英国石油公司 在去年就已经推动业务转型 宣布将投资11亿美元 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合作开发美国海上风力发电项目 要跨足离岸风电领域 过去美国因为居民反对 和担心会影响到海洋栖息地 与渔业的多重阻碍之下 海上风电几乎不存在 但是随着拜登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 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改变 今年5月11号 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 马赛珠塞州沿海的首座 离岸风力发电厂建设和营运 缔造美国海上风电产业的重要里程碑 这并不是一单的工程 这是一个工程 and industry that is going to revitalized and powerfronts up and down these and see what create well-paying jobs and delivering clean affordable energy to households while the state's are transitioning from fossil and nuclear power plants to a green future fishing will always be important to u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know that there's room for more here in the more important Loubet for and there's more room for more out on the Open Ocean 有分析指出 2020到2024年 离岸风电的成长将会达到18.6% 全球新增装机量会在 2025年突破200亿瓦以上 如果计算2020年到2030年的十年之间 亚洲各国合计规划设置要超过一千两百亿瓦 美国和欧洲分别要挑战三百亿瓦跟六百亿瓦 全球将会正式进入离岸风电的黄金爆发期 人类利用风能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 航海时期我们靠着风力在大海航行 后来我们利用风车碾碎谷物生产粮食 到了1800年后期 风力涡轮机首先被用于发电 随着时代的进步 石油开采能源利用的方式起了变化 风力发电一度被减少使用 直到1980年美国开始在陆地新建风力发电厂 数十年间风力发电的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人们开始探索寻求更大的风力资源 离岸风电逐步成为现代绿能发电的发展重点 根据国际工程顾问公司4C Offshore 在2014年针对全球23年平均风促的这个观测研究发现 世界上风力最强的20处离岸风场 台湾海峡就占了其中的16处 另外工研院也在2013年发现 台湾离岸风电总共可安装面积达到了5640平方公里 总装置容量达到了290亿瓦 这足以撑起2000万户一年的用电量 有人说台湾离岸风电的产业的建立 可以说是天时人和的巧妙契机 那么台湾有掌握这个转股的机会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慧眼看听一下全球绿能发展专题报道